64岁倪平身材销售变化大,被曝是美国人,生气反问造谣者凭什么? 3月8日,时隔一个多月倪平再次更新视频,谈到自己主持古剑分音乐会的感受,没想到却引发不小争议。 视频曝光后,很多网友惊讶地表示,倪平受得令她差点认不出来,还有人夸赞倪平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主持春晚的状态。 不过,评论区并不是完全一派祥和。有网友对倪平的国籍提出了质疑,怀疑她现在是美国人,并且还质问她已经移民了为什么还回来。 让人更加惊讶的是,在荧幕中一项非常端庄得体的倪平罕见动怒,斥责造谣者。 他在评论中气愤地表示,自己已经就倪平是美国人这个谣言辟谣了很多次,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咬定她是美国人? 事实上,2016年倪平因为发文表示自己很喜欢温哥华每天下雨的天气,想把家搬到这里,从而引起了移民风波。 后来,有网友爆料倪平和老公杨亚洲在美国有数套房产,称她要去美国养病,儿子要去美国读书,所以一家人早已移民。 事后,倪平为了澄清谣言,先是晒出护照,后来还将造谣者告上法庭,称对方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。 说起来,最近有不少明星被曝移民,包括唐国强、冯小刚等,不过他们已经分别发文澄清,由此看来在没有事实依据前,大家还是要谨慎吃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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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